9月12日,王源在社交平台更新vlog,记录他与魏大勋一起打卡北京环球影城的秋游之旅 他们从小黄人篮球机开始玩起,王源更是开玩笑,魏大勋请客70块钱很不容易 到小黄人过山车的无表情挑战,二刷霸天虎过山车,来到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 近距离感受侏罗纪世界的虚猛龙,袁哥大胆的属性显示的淋漓尽致 最后背上恐龙小背包回归到了小朋友 同样,在今天发布北京环球影城vlog的还有陈伟霆 更奇妙的是,他也玩了小黄人投篮机,真梦幻联动 据悉,北京环球影城将于9月20日正式营业,目前为止还是试运营阶段 正式营业势必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所以这段时间已经有多位明星被偶遇 除了王源、魏大勋、陈伟霆 还有白静廷、刘浩然、彭玉畅、吴磊、李冰冰、佟丽亚、陈思成、张子怡、汪峰、乔欣等人 感谢观看